杨子在伴邱盈盈,与樊胜美观居尔综艺众剧《你期待吗?》 谈到邱盈盈的角色,她在都市剧《欢乐颂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杨子饰演活泼可爱的邱盈盈。 她是整出戏的主角。 《欢乐颂》,吴美丽,安迪的职场女强人,范盛美帝家乡和家庭,娶小小富有的第二代人格,关绝儿的可爱和邱盈盈,这五位美女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有意思。 《欢乐颂》的第一季已经在2016年播出了五年。 最近,在综艺节目《梦侦探》中,我们真的看到了杨子再次扮演邱盈盈。 起初,邱盈盈在一家咖啡馆工作。 这就是她遇见殷勤并开始学习和成长的原因。 现在杨子穿上吊带裙,在剧中扮成邱盈盈,这仍然是一种熟悉的感觉。 白色条纹衬衫配米色围裙,这不是邱盈盈在咖啡馆工作时的风格吗? 五年后,杨子再次扮演这个角色,好像什么都没变,好像一切都变了,杨子变得更成熟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一次的惊喜不仅是杨子再次扮演了邱盈盈,而且剧中的范生梅, 官爵儿都敢赴综艺节目,立刻唤起了人们对欢乐颂的记忆。 将新饰演的范生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显然,她很优秀,但她被她的旧家庭拖累了。 乔心扮演的海关官员戴着眼镜,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像个好女孩。 三位美女聚在一起,不停地笑。 虽然欢乐颂只有三位和五位美女,但刘涛和王子文因日程安排无法出席, 这仍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。 乔心一路抱着杨子,舍不得放弃。 渐渐地,我回忆起最初的拍摄已经五年了。 面对团圆,杨子忍不住哭了起来。 坦率地说,每个人都在努力在五年内变得优秀。 今天,她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快乐时光。 对,因为这出戏,因为这出戏,我们也有很深的姐妹情谊。 无论彼此将来在哪里,留给彼此的位置都没有改变。 欢乐颂,五姐妹从戏中走了出来。 这份友谊让你热泪盈眶。 欢乐颂一开始非常流行,不仅因为演员们足够优秀, 还因为剧中的每个女孩都是真实生活的真实写照。 她在逆境中成长为最美丽的人。 我很期待这个综艺节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